云林县包中乡的花鼓镇创始于民国50年代 是社区庆典的表演节目 北风端午节前后 包中的花鼓文化节热闹登场 来自各地的花鼓镇采接 让整个包中乡鼓声喧天热闹滚滚 裸鼓齐迷 散起转动 随着节奏 花鼓镇的成员 不停地跳跃 舞动 前进 后退 变化队形 活力充沛 动感十足的花鼓镇采接 除了社区庆典 鼓舞妈妈之外 部队的国小也都组备参加 让小朋友能够了解到 我们乡土里面的重要的精神所在 能够将我们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社区的一个特色 传承到下一代 花鼓镇一般称为跳鼓镇 大鼓花 鼓花镇 大鼓弄 以打击锣鼓和奔跑跳跃为主 据说是由早期军中鼓乐改编成的跳鼓 后来传入民间 成为庆典的助兴节目 今年音谣演出的队伍中 阵容最大的唐鼓队 就是以古代战鼓的形式呈现 唐鼓在古代就是所谓的战鼓 那它的表现形式呢 就是可以激励人心 让人们觉得这个 对精神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我们呢 就以这个战鼓的形式 来表达 真战人的美好 传播给每一个人 龙龙的鼓声 动作整齐划一 声色浩大的阵容 为一年一度花鼓镇采接活动 呈现另一种风貌 新厂野太电视 刘美兰陈月秀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